KyokoTV 杏子的Peko收藏室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Hi 大家好 我是哈日杏子 歡迎收看杏子的Peko收藏室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樣可愛的Peko呢? 在介紹娃娃之前想要跟大家秀一下這件T恤 相信Peko me 應該都有在 Uniqlo 買到這一組 他有紅色跟白色 然後我比較喜歡白色 那因為平常杏子是一個不喜歡穿T恤的人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造了一下 上面多了一些這種很可愛的 像糖果一樣的裝飾 整個感覺就是非常的少女風 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也有買這件T恤的話 可以幫他改造一下 剛好今年杏子在東京銀座的伯二家 遇上了拍賣會喔 那我看到畫車上排滿滿的都是這個可愛的Peko醬 所以我忍不住又帶了兩個回台灣喔 嗯 數一數呢 我總共有三個一樣的這個Peko醬 超可愛的 就是這一隻 登登 馬卡龍兔子Peko醬 馬卡龍兔子Peko醬 好 大家看一下他身上的造型喔 真的是蠻特別的 首先呢 這一個大帽帽呢 也是一個大馬卡龍 然後頭上呢 還有兩個馬卡龍 連裙子也是馬卡龍喔 嗯 超可愛的 有沒有 澎澎的這個裙子 那當然呢 這個帽子是可以拿掉的 因為主題是Uzagi兔子嘛 所以他的手套啦 鞋子 都是這種毛茸茸的 摸起來超舒服的 那這個呢 性子有帶他去外拍喔 因為他的顏色非常的繽紛 所以拍出來效果都超讚的 OK 我們現在把他的帽子拿起來看看好了 拿的時候呢 是從這一邊 他有一個魔鬼毡 撕開 咦~~ 拿起來了 就是變回普通的Peko醬 我覺得這個裙子真的是超可愛的 好澎喔 因為上次是在東京擺到他的 所以呢 我就帶著他 一起去了晴空塔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Peko醬逛晴空塔吧 Let's go 哇 我們來到了晴空塔 我是第一次來 覺得好興奮喔 哇 真的好壯觀喔 還有好多禮儀區在飛舞呢 在廣場外面有好多可愛的娃娃 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過還是要跟他打個招呼啦 こんにちは 我想跟他合招一下 對了對了 大家知道晴空塔到底有多高嗎 答案是643公尺喔 今天有好多人來晴空塔玩呢 咦 前面那個娃娃是 我們過去看一下吧 這個娃娃就是晴空塔的吉祥娃娃 叫做Solakara-chan 跟我比起來誰比較可愛呢 好 我們去晴空塔裡面 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 哇 來到這個粉紅色的店 真的是令了少女星大爆發 好可愛的餐點喔 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裝扮喔 我的頭上有很好看的馬卡龍 我的手套還有鞋子都是毛濃濃的 我最喜歡我頭頂上這兩個馬卡龍了 大家看了是不是很想咬一口呢 晴空塔真的是太好玩了 下次大家一起來玩吧 哇 看了以上介紹大家是不是覺得這隻 馬卡龍兔兔佩古獎超級可愛呢 帶他去出外景真的是很吸睛耶 好多人都在看呢 都說可愛 最近杏子都忙著佈置新的佩古獎的房間喔 還沒有完全佈置好 下一回我們就讓佩古獎來帶大家參觀 杏子的佩古收藏室 請請大家期待喔 掰掰 歡迎加入我愛牛奶妹社團 就可以獲得佩古最新動態情報喔 感謝收看 歡迎訂閱杏子頻道喔 yscrs 養巷